宗教法的事情 这一段文没什么机会讲 那么也可以放在网站上面 让大家知道单独的提起来 那就是说这个宗教法的这个 这个缘起 或者应该清确的讲是 我负责这个宗教法的这个缘起 然后再来就我们谈到宗教法的 用心 最后是宗教法 最后发展成应该是一个怎样子的样态 那么它可能渐渐扩大成它的一个 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 政府立一个好不好的法 而佛教界或者是宗教界觉得可不可以 这样子的问题 已经不只是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分三段来讲 第一就是 我个人接这个宗教法的这个 的缘起 以及它当中 在我个人接触过程的这个因缘 那么第二呢 那么就是 这宗教法 对 中 近期 那么呢 它的一个 发展的方式 以及这个一整个的用心 还有这个宗教法 它的一个演变 就我所知大体说你一次 那接着就是讲到宗教法的未来 后期 未来的一个发展意义 那么这个都有时候 像最后这个主题 不是一次完成 是在 这个 慢慢的累积 这个接触的因缘 那么到这一次 也差不多是在这个 这个差不多近一个月 近一个月 当中 所酝酿出来 但在远程来讲 它的酝酿也是已经很久了 那什么样子的酝酿 那就是说 感觉佛法在衰微的很厉害 面对一个新的一个网路时代 所谓的什么 网路电视啊 网路媒体啊 还有刚开始在推展这个家庭 集道场啊 这样子 那么突然间整个社会 的佛教的这个 这个动能 佛教的这种互动 本身 就一再的沉寂 沉寂下来 相当的快 快到你 你已经来不及 看到问题了 那 它问题已经在眼前 有一种感觉 那这种感觉其实是 我们感觉也不对劲 但也没什么因缘 没有什么因缘呢 在让大家走离开这个网站 走离开这个虚拟的世界 要不就是来看 要不就是来修行 要不就是来改造 这个真实的这个世界 比如这样改造啦 就是说面对真实的世界 这个佛教的责任 或者佛教能够做些什么 或者佛教自己要做些什么 比如说 佛教一直在这个现实的社会 现实的社会当中 一直隐藏掉的时候 你具体的那些人 他就不会 在真实的世界当中 出现在你的道场 他不会来啊 他就在网站上面了 就好像你现在 很多情况你现在买东西 已经不会再去找店了 对不对 已经不会 因为太热了啊 太麻烦了啊 而且店面不集中啊 一家店所能够 所能够承载的 你需要的东西已经 你觉得可能不完备啊 是这样 所以那个实体的店面也很难经营 那就好像实体的寺院也很难经营 那就变成接近是这样 那每一个人越来越躲在那个荧幕后方的时候呢 那么开始 荧幕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就渐渐的成为社会的显穴 那他也在欺瞒着你 因为你在看荧幕的东西 你会认为那世界就是这样 更早期的时候呢 你打电话去政府反应什么事情 他不会理你 他不太理你 写信去 石沉大海 也不太理你 但是你直接在那个 读者反应当中 马上给他反应 他很快就反应你 反应给你 就意味着这荧幕后面的世界 更真实 更有效 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加深 加深 一直在加深 那么呢 这个年轻一代 甚至于这个小孩子三岁五岁 他在学语言啊 学算术啊 或者学年前的游戏啊等等 也是在荧幕后方 就是直接在荧幕上看荧幕后方的东西 直接在荧幕上看 他也很不在意这现实世界变成怎样 也没看到现实世界了这样 这只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 甚至于近十年来的事情 特别是这个平板电脑 手机 智慧型手机的这种方便出现 那这种其实是在隐藏在一个社会上的 他我一直感受到这个社会上脉动在大变化 人心一直在变化 这是远因 然后静音就开始讲回来了 就是讲到宗教法 那我刚刚讲这些前提 讲这种气 序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会去注意宗教法 固然有等一下我讲的 谁来找你 谁来找你 哪位长老去做什么事 的原因 但是一定有你内在最后 你接受人家找你 的那个理由 或者甚至像今年的话 就是这一届的立法院的话 那就是我直接投进来了 我也没经过谁要求 就直接投进来 那一定是有个理由的 那个理由刚开始是A 慢慢的变成B 后来变成A加B都有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说我是讲刚刚那个 那个样子 就是说 其实一直以来 你的生命当中 你是看到一些事情 你活在这个世间 你也可以完全不理会 但你学习大乘 你不可能不理会 你也希望那个佛法 直接运用在这个 你看到的世界当中 因为佛法就是发生 它发生体相用 那个它有用 体就是那个理 那个道理 相就是它表现出来 能够感染人 能够感染自己的修行相 或者泄脱相 戒律相等等 这个清净相 这是相 那最终就是那个用 那就 用在你身上 也会用在别人身上 用在个人身上 也会用在这个 集体的社会身上 那你一定要去验证 所以这些是来自于 你对社会的观察 然后会形成一种 内在的动力 这样子 所以刚刚讲的 那个原因是 隐藏着的 一个这种观察 那么我们就向他讲回来 刚刚的那个 那个次第 就刚开始是怎么样 接触这个宗教法 那应该在 民国92年 还是90年前后 90年前后 那么距离现在 已经是13 4年了 13 4年左右 还是15年了 头为算起来 可能有14年 或者15年这样之间 刚开始是 新天长了 打了一通电话来 然后说他在青龙寺啊 还是在哪里 那时候我在迁华寺 然后 他说有事情啦 来走走 我知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 厌无好厌 不知道什么事 但当然 应该也没什么事 因为跟长老 没有什么样子的 合作关系 合作关系有啦 就是那时候担任 两件事 一个是 到现在还在担任 那个电视台台长 那只是挂个空领而已 那第二个就是 还在挂 他那个传部协会 中国传部协会 佛教传部协会的会长 所以每一年都要去开会 一届四任 四年 我两任 做到期满 这样子 就八年很长 我想大概是那个事 去了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宗教法 说你要出来 当然了 一开始他讲的就是 政府定了宗教法 不太好 不好 有问题 那我们很直觉 没什么想法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 网路观察这种想法 那时候网路有啦 但没那么兴盛 也没有平板电脑 这一类的 没有 所以我就想说 直觉想法说 政府 记忆中 印象中 政府 不是宗教人士 他定的法 想象中 很可能就对宗教 有 有不恰当 他不一定是要损害你 他没这个 不一定有这个恶心 公务人员没有必要做这个事 没必要做这个事 所以 他不一定是有心要伤害 但是他可能他的想法 是公务员的想法 他好做就好 但不知道宗教的问题 这样子 我那时候直觉是这样想 那让长老这么动念 还要找我来 那我就 我当还是推一下啦 找适当的人啦 我不一定能啦 这样 那好像那是说话 说话就 也就是在愉快当中 但没有确定 没有确定 那他就是把讯息传达到了 那接着呢 接着就是那个 建英比丘尼 他约了一位林三娘 这个在高雄 双目里林三娘 还有一张淑贞 现在都没有在第一线的啦 这两位没在第一线 那么建影比丘尼呢 也在 还在第一线 好像我记得还有传校法师 后来也来 传校法师跟这个 跟这个原尘法师 现在已经继承了传校法师 这样 那么也来 那到底是第一次来啊 第二次来 我印象都不太深刻了 但他好像是 根据建英比丘尼的记忆是说 第一次来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我没有刻意找他啦 见他啦 后来他就回去了 因为我跟他也不熟啊 然后我不曉得干嘛啊 那当时的 知客师跟他讲说 你 你也没有 你有预先约嘛 那可能法师忙啊 不在 好像印象是这样 后来我知道 这个传校法师也来了 那人家长老来了嘛 我们去见面一下 那就是还是一样 诶 怎么也是谈宗教法 这算半对半就的呢 这个呢 林三良也一再地说 我家庭环境也不是很差啦 那你看我都下来推动啦 请帮帮忙啦 大家一起来啦 为佛教的事啦 反正就扣这个帽子啦 这个帽子这样扣扣扣 扣到后来就说 好 那我就 我就读下这件章程啦 这样子 读下章程 那么他提到了 违绝长老了 提到违绝长老 那么好 就在这过程当中 违绝长老 长老很远嘛 那时候中台山在盖 还没有盖好 那他还是很远的 那我知道 我知道他们是 闲着长老的命来的 那这样好啊 一个是新年长老 一个是违绝长老 那两位长老都这样讲了 那我们就读一读吧 有一搭没一搭 很被动 我读一读 但是一读读不懂 读不太懂 因为我们以前没常读 没在读这个东西的嘛 那实在是不太懂 我忘记了 我怎么去熬的啦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不过呢 他也没告诉我 没有人告诉我 要怎么去读懂 长老也没有告诉我 新年长老有时讲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长老我没见面 我没有见面 那接着呢 我就傻傻的啊 那你们要怎么办 那么在这之前 其实违绝长老已经 已经直接 早在这之前 听说是上一届 我们那个时候 接触的上一届 换句话说 他应该在 我们如果接触在 十四年前 他应该接触在 距离现在 有可能是七年前 是八年前 甚至更早的二十年前 就已经接触了 那么呢 他的接触是 后来我才知道 他直接到内政部去 说明不可以 不可以 这样子 乃至于呢 出钱出力 自己写那个标语 还有自己呢 写那种游街的标语 就是所谓的游行 这种标语他都写 可见他是支持 甚至于还支持了 这个负责的建议比丘尼 去纠纵游街 游行 这种策略呢 这种策略他在做 他自己写 也容许 那么当然也给他一些经费 那么当然根据 后来我们才知道了 那个是 也是今年 这个月内才知道 他当时有跟建议比丘尼讲 说我们中台没问题 人才济济 这么多法律人士 我们也不怕他这个宗教法 但在宗教法有连作法啦 有种种的加重处分啦 哪有对宗教师这样做的 这个对于佛教是 对宗教界是一种侮辱 对于小庙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当然还有其他的伤害 刚刚那加重罪行不是对小庙伤害 是对谁都伤害 对一种侮辱行为 但是 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当 我们是为了一些小寺院努力 这个话很感人的啦 很感人的啦 但他出去外面走都是被人家骂 骂说你就是为了中台 你都是为了你们家中台 一定是哪里不合法 哪里不合法 才要出来搞这个事 他就被骂成这样 甚至于被 你现在常常听到的冒出在 偶尔会冒出来在媒体当中讲话的 那比丘尼骂 这样子 骂 那么他呢 并没有在宗教法这件事情上 跟任何比丘尼有什么过节 倒是在八进法这件事情上 他公然的说 这个不能违背八进法 强调八进法 这也惹恼了 惹恼了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长老 那我们都不知道 后来才知道 所以基本上很令人敬重 事后才知道 至于说整个组织结构啦 有什么你佛教界有认为的 你在家出家人认为的如何 结构怎样 我想在这么大的一个道场啊 你也没办法 什么细节去讨论 我想事情 历史看大不看小 那么就是 也就是 我注重的是这件事情 其他我不懂 我没什么好说 那么这是后来我才知道了 但我们那个时候接触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我 长老是花了这么多心血 也担当了这么多的 甚至于是侮辱 语言上面的侮辱 那么也出钱出力 那这是背景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的 现英比丘尼亚 他几乎都是 他在听着长老怎么说 或者是他自己怎么想 慢慢的他去推动 推动我想记得的是怎样 他基本上两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找什么呢 大佬啦 支持 我们怎么做啦 第二呢 就是怎样 去弄出一个版本 我们要的 基于内政部的版本 我们再去弄一个版本 那弄一个版本是怎么来的呢 那个时候 沈志会 还有现在的黄昭顺 他们各自弄了一个版本 结果我们这样就很头痛了 那他们两位都是国民党 那个时候我记得 好像是民进党在推的样子 还是 啊不不不 内政部在推 内政部在推 民进党有一个版本呢 当下就被否定 那个叫做戒严令 宗教界的戒严法令 更严苛 他据说啦 这个不具体啦 就是说据说他是 超了日本法人法的 法则 还增加他的一些法则想法 日本法人法当中 对宗教的尊重的那个本质 完全不在意 完全挪掉 这样子 据说是这样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心情上的发展 好辛苦啊 二十年前这样子的发展 是很恐惧的 那么这当中的法条当中 还有 我那个时候接触的法条当中 确实有所谓的 寺院不能经营殡 寺院呢 这个钱财怎么样 被管理啦 怎么样 那么这具体的 我现在有点 有点印象没那么清晰了 就大体上 也是人事财务 还有对对对 还有那个什么呢 那个 比如说住持啦 怎么样啦 只要被告 不用什么 不用确定罪性 只要被告 不用确定罪项 就被拉下来 就被拉下来 这种直接介入 又是介入人事 无非就是介入金钱跟人事 永远就是这样 这些 那这都写在后来我的那个 六万多字的那个论文里头 分析 那么主要的做法上是怎样 去跟立法委员谈 然后呢 把两种版本 把两个人抓在一起 凑成一种版本 最后成功了 成功 那再来呢 办联署 用传真 那个时候没办法 没有电脑 网路没那么发达 用传真 一直传真到那个立法院 好像是黄昭顺 还是 还是 还是省市会那里要传真 就是联署 那全台呢 也去开这个说明会 纠集出家人来听 那么建议师呢 也跟现在做法一样了 就去上报 去上报这样 坐着坐着呢 去跟立法委员谈的同时 我们也要去跟长老啦 或者是谁谈 这个时候就遇到了 会本法师 那会本一谈才知道说 人家早期就已经跟 违绝长老 已经谈 已经一起并肩 坐过了 他们都直接到 内政部的委员那里去谈 去发表意见 现在内政部 距离我们远 以前进 他直接去内政部谈 说这不对 说这不对 其实力量蛮大的 这样子也蛮大的 蛮直接的 但现在的情况相对不容易 因为他找的人呢 找在那里 近乎大家是谈不了的 做不下来 理性的谈 很难 会变这样 那么这个呢 就变成 这是现在的状况了 未来怎么样 还不知道 那 那个时候就这样 所以他们当时 已经到内政部去谈 我们经历过了 近乎没有机会 他们出来谈 不是我们进去谈 我们摆场子 他们出来谈 那这种谈呢 就是人很多 那么我们呢 表达了我们的意见 那他听听也就听听 听听也就听听 那我们不确认 他说要改变 那就在这个 他是不是确定 要改变的同时呢 我们赶快纠集 两种版本 成为一种版本 最后摆明了说 一起送 那个时候的 王金平院长 是有大力量 我们一路办 一路办 乃至于办到很 那个深山里头去 那个绍安长老泥 不是绍安 绍红 长老泥的那个什么 那个六龟那个什么 六龟那个什么事啊 那个很漂亮很大的 上次那个台风的时候 文书店被掩埋 没有什么事 那个就是绍 那个和尚泥 不知道什么 叫做绍红比丘尼 这样子 他跟王金平院长很熟 我们为了这事情 去王金平院长家 吃了两次饭 他们家全家人吃素 不是我们去了才吃素 那才知道这样 那很客气 王金平太忙了 都在外面了 所以我没见到 但他几个兄弟 兄嫂啦什么的 都在那里 会招呼 那办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基要秘书 因为黄先生 现在好像在哪里的 还在公职 还在公职当中 当时是他基要秘书 还曾经直接打电话 给我们 给我 然后他就说 后来我变成核心的人了 然后他就说 师傅你如果说你不要过的话 那就不要过了 还有问题那就不要过 那个时候好像 这个国民党基本上都hold住 王金平也做那个院长 也hold得不错 那么这传话过来的意思 也就是院长的意思 那我们相对就安稳多了 但是也只是不过 那时候没经验 那就不过 那不过就觉得党住了 然后就这么一戒就过了 过了之后大家就觉得 哦过了 好了没事 觉得功德圆满 那时候想法就第一次 也只知道这样 这过程当中要插 插一个小插曲的 就是说 因为在跟长老谈 因为在开研讨会 因为在面对的 我们自己教内 以及面对的 一定程度的反馈回来的 内政部的一些说明 或者一些反驳的时候 我们开始也要再对 他的反驳思考 然后他的说法对不对 当这样作为 一来一往的过程 我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 反对人家立法 你一定要有理论的 这有理论的 你不能为反对我反对 这不行这样 那理论必须要说 在社会层次上 要说得过的了 要说得过去的了 这个时候你 你正在告诉人家 打反对意见的时候 讲反对意见 你在陈述的时候 你也在内在思考 为什么要反对啊 这样子 对不对 你比如说 税务 还有监督 税务跟监督 是什么个意义 为什么宗教界 可以接受免税 你是不是得特权 那为什么宗教界 不能被做过多的监督 那凭的又是什么理论 那其实理论只有一个 就是人的人权 心灵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就是核心就一个而已 但那个时候不知道啊 那到底是什么因缘 那个真的是得救了 那到底是什么因缘 我忘记了 真的有点可惜 到底是什么因缘 我去读到了 宪法573号解释令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面对这些解释的时候呢 我自己要更加深入理解 那我同时收集了好多地方 我不晓得哪来的 只有纸本 可能只有一张 可能两张 没有很少有电子档的 很少有 那种时代 十五六年前 十四五年 十四年前 很少有电子档的状态 我这个收集当中 收集各 站在我方反对这个立场 而可用的想法 在吸收整合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 573号解释令 我记得是这样 那拜网络之士啊 我去找到了573号解释令 我好奇 这573号解释令到底讲什么 这一看不得了 当然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是不懂啊 你的法官讲话不像人话 你懂吗 都是那种法律性的语言啊 很严密性的语言 不像一般的那种 滔滔不绝的这种讲法 但定下心来一看 这一看不得了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 我必须对于反对的每个条文呢 从条文的自爱难行 到条文本身的违宪 这两条路上去走 你就会站得住脚 特别是违宪这个事实 因为他要立法 他也会看起来合理啊 这样 懂吗 他要立法 他也要看起来合理 不然他怎么说服人 那他看起来合理 我们怎么看出他不合理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他在宗教界当中无知 我不熟悉 所以在宗教的真正实践面上面 根本实践上有问题 实质操作上就产生问题 那你叫我怎么做 第二个就是更高层次 在宪法上你就违宪 不符合宪法的精神 那你就没得说了 这位阶就很高 那么开始主打这两条 这两个方向 你的理论的方向就清楚了 我大概就花了七天了 每天睡两个小时 或者四个小时 不等 反正睡醒了 就写 写到深夜或凌晨去睡 睡醒了再写 写到深夜凌晨了再睡 那生活大概只有 食不滋味 然后床还有书桌 还有那个电脑 大概就这样 这种事情在我人生当中发生好几次 还有一次是写那个什么 写那个比丘尼戒律传承 海公要我写 写完了说要到印度去开会的时候 也是这样 那个时候是在南普陀 那是更惨 那个时候的网路是这样 这样拨通的那种 那种方式 那你几乎是完全没法在网路上找资料 那就是靠着物光金色 用手查 查一些资料 传承给我用 那也都是手打 手打字 所以我不太会打字 是这样硬练出一点 烂烂的打字能力 这样子 用啵啵摸 打字能力 是这样来的 好了 就这样子呢 统统我去打 打了六万多字的这样 慢慢的熬练 那个时候 有些是用写的 请人帮我打字 打字回来再改 改完了再打 打完了再改 这样 来来去去多次 就这样子呢 开始思想的那个理论就建立起来 特别是违宪这种观念 建立起来 但没有时间再去读那些宪法学者的看法 没有时间 那么这样子就摆下来之后呢 当中有一次跟 微学长老约见面 我当我去北京 代表那个电视台去开了一次会 开完会之后呢 赶回来 早上跟长老聊 聊到中午吃饭 那我们两个人只吃一个三十五人桌那么大 我们两个人吃 这样 他的话也不多 然后我跟他报告我这篇论文的大概意思 感觉起来他好像很满意 那接下来就是 你去做吧 好好去做吧 到底他跟建影师怎么讲我不知道 反正后来建影师一定找我就对了 是这样 那么也就这一次 也唯一内生 大家心里 至少我心里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打在哪里 要往下走的路是怎么打法不知道 这之后还是之前 我们又去找了惠本长老 他人很客气 他是我的七师傅还是几次 还六师傅忘记 人很客气 那么也从他身上 讲了一些他当年在对付宗教法的事情 那么也讲了一些土地啦 人事啦 这些旅游原因 他都对宗教真的是有妨碍 但很遗憾的就是 他也年纪大了 感觉上也是娇棒那种感觉 所以呢 就变成孤单的身影了 我啦 建影师啦 元臣 师家 传校师 他们两个是师徒 传校法师呢 很有意思 我们的男生北陶啊 甚至于到那个什么 童话世界 那个苗栗有个童话世界 后来被改成阿弥陀世界 那里变成 本来是游乐场 后来被一个尼斯买下来 他是高雄的一个 大地主啦 买下来 然后在那边过夜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你好厉害 行李都是你自己整理的吗 我的厉害是这样吗 他说对 那我说啊你呢 我的行李都是元臣师 帮我整理的 你可见他很辛苦的 他连整理行李 他都不假承他 他都不自己做 他是有糖尿病 这样子在跑 很辛苦 那没日没夜 你北中南跑啊 那个时候坐的车 是那种包车 还是不是现在那种 比较软一点的 不是那种乡型车 15年前你想 14年前你想是什么车 那在台湾在那边跑 东西巷好多都还没通啊 东西巷很多都还没通啊 那你要到那个乡间去啊 或者跟哪一个 怎么样谈啊 那很辛苦 那他就这样跑 那就变成三个人而已 主要三 当然建影师有谁呢 有那个林三娘 跟张淑珍陪 偶尔也有一个女 比丘尼跟着陪 那我呢 我都闹狗叫 我都是一个人 我常住人不多 不要麻烦人 这样 那就是一台乡型车 积极的 这样子奔波 最后呢 就是也就是用联署 然后加上开说明会 约他们官员来谈 然后整合两个委员的修正板 为统一一个板 然后跟王金平院长讲 这样子几大项 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 挡住了 那就那一届就这样过了 第二届又来一次 已经三年后 两年后 再来一次 相对弱了一点 那就声音稍小了一点 这当中有一届 也是很紧迫 那被建影师挡下来 他一个人挡下来 他就花钱啊 那个时候我再次干嘛 忘记了 好像是这样讲了 后来我再想法是说 有找我我就去嘛 我做备胎 这样 那我理论已经写好了 应该不会差太远 那个时候想法是这样 然后他没找我啊 就解决掉了啊 解决掉就好啊 那个时候听说很危急 历到怎么样 历到说 出家人不能在寺庙里头 住念 不能在出家人停棺 不能在寺院停24小时以上 后来 人家去跟他拍桌子 也是建影师去跟他拍桌子 你们这样子 你们在家人 都可以把棺木放在家里 我们出家人的家就是寺院 你不能把棺木放在家里 还规定我们24小时 你到底是徒利殡葬业吗 这一讲人家才怕到 他这话也很辣 不过也很实在啊 这人家才怕到 你看都可以定成这个样了 要不就是什么 出家人啊 这个犯罪 罪家一等 要不就这样 要不就连作法 主持犯罪啊 当家也抓去官 比如这样 接着就是 你看还会立到 出家人呢 不能在寺庙里头 停官 祝念 这个都可以定出来 你想 我们的内政部 或者所谓 你朝案的那些人 他们脑子在想什么 长期以来脑子在想什么 这就令人很伤心 很失望 也相对的恐惧 每一切的内容 是千差万别 可见 他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每一届的立法委员 他不是立法委员提 内政部提出来的内容 千差万别 长相都不一样 可见他不是 一贯的一个立法思想 想到哪弄到哪 那对宗教界 是不理解的居多 管理跟不信任居多 这是到今天还是这样 好了 这就是这样子的因缘 第一届 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就这样子呢 慢慢洗掉了 其实主要是王金平那些话 我们安心的时候 因为他讲的话真的嘛 做个院长 他不把那个排进去 基本是真 但接着就是几届之后 我们还有灵心的战意 那么好像都没有很强 就这样子呢 近五年前 在慈激发生问题之前的近五年前 差不多都没事了 迷声音 那么后来就是这个人惹出来了 人家慈激本来没事 他去惹出说柯皮讲了一句话 怎样 他就去跟人家骂 骂得都惹来慈激 慈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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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政部 国税局 还是国财局等等 三个部门 坐在一起的时候 被人家问说 到底慈激的慈激的慈有没有问题 他们三个部 异口同声都说 没问题 那当然外面可以解读说 你有门神啊 什么 你可以解读成这样 门神听得懂吗 就是有人啦 帮忙讲话 这些都是解读的啦 人家私下坐在那里讲的 就是没问题啊 那没问题 为什么你官员不出来讲话呢 你让整个社会 吵成这样 结果慈激 也算是背黑锅 结果整个佛教背黑锅 结果整个宗教背黑锅 那就你看到了 现在的所谓账目公开 的这种立法 你看完全是顺着民间的想法 在立法案 没有一个统一思想 这次就没有所谓的棺材 不能放庙里了嘛 已经被骂了 就不弄了嘛 那人家很奇怪 棺材放在庙里 这些事情也关你宗教 关你内政部要管吗 这种思维 都很怪异 大家看